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前说明今天的特色是翘脚牛肉以及乐山烧烤 这里就是乐山大佛 又是一个脚脚 哦 也能看到头 对啊 这里能看到头了呀 嘿嘿 这个是不是有点糊啊 我有一个厉害的家伙 说到乐山的名气绝不会压于成都 清衣江 大渡河以及明江的交汇处自古便是有名的贸易港口 对于乐山这样的地理位置 要造就一座2000多年的古都简直就是easy模式 相比于乐山我们更喜欢它曾经的名字 加州或者加定府 如果用加州菜或者加定菜来称呼乐山菜 也是挺乐意的 这次我和小米的时间非常紧迫 我们需要在两天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寻找 口碑爆炸的乐山美食 同时去尽可能感受这里的山水人文 那么各位一起上路吧 此刻的乐山天气依旧炎热 老规矩赶紧先来碗冰粉撒 随便找一家小店 一碗三鲜冰粉只要五元 酒尿 肚子啊 现在有吃吗 嗯 先确认冰粉的外观色泽是否偏黄 再看看里面的气泡是否密集 确认的是手搓冰粉 吃饱饱立马恢复元气 好吃吗 好吃 你等不及了是不是 来 接着我们直奔一老八俏脚牛肉 家店位于教场霸街100号 两家 然后一家是 一家是乐山味道 教场霸分店 然后一家是20年老店 不仅仅是我们 据说不少来到乐山的游客 第一件事情也是同样直奔此处 话不多说直接上菜 一份小锅俏脚牛肉58元 再来一份粉蒸肥肠20元 俏脚牛肉虽然可以单点 但满满一锅的食材 非常贴心的解决了纠结病晚期的我和小米 小锅的上层先是被香菜葱花和牛肉覆盖 中层是牛杂毛肚提筋舌头牛心 反正就是菜单里有的都有 就不一一列举了 最下层的应该是芹菜和卷心菜 卷心菜当地又叫做莲花白 首先尝一口带有中药香味的肉汤 一口下去温和的中药香味 回味带着清甜的感觉 这意味着我们之后夹起的每一片牛肉 牛杂以及蔬菜 都经历了完美的去腥过程 它们的最外侧也被赋予上了这层汤的美味 食材之中最满意的部分 是小锅中位于最上方的嫩滑牛肉 如何掌握牛肉嫩滑的关键 其实并不重要 只需交给熟练掌握火候的老板即可 相传在民国初期 罗老中医在苏姬镇的河边 将大户人家不要的牛杂回收 和草药一起喷煮 制作出来的牛肉汤锅便是翘角牛肉的来源 因此我们会本能地认为 牛杂也就是牛内脏的部分 是翘角牛肉这道菜真正的主角 然而事实上我们个人感受下来 牛肉与肥牛的部分应该是现代版本才会加入的新食材 而牛杂部分 对比牛肉和肥牛的口感会稍稍逊色 但依旧非常好吃 正是因为翘角牛肉自身在不断的发展 当地人也在不断的增加食材的多样性 以及香料的丰富性 才有了如今更整体更美味的体验 哦对了该夸夸这个站蝶了 牛肉直接吃或者配站蝶都很美味 但作为游客吃饭 四川的站蝶 如果不站一下 那岂不是白来了 蘸完调料放进嘴里 再用来下饭 幸福感max 最后就是底部的莲花白 香甜十足 还能解油腻 翘角牛肉来源 和我们上次在西安吃葫芦头的故事 有几分相似 便宜的牛杂配上鲜香的药汤 美味之余还能防治疾病等特点 最终将这道菜逐渐发扬光大 不知道当时的老百姓们 是觉得翘翘吃饭 感觉吃的更香一点 还是因为太好吃了 翘齐了腿 但可以肯定的是 享受美食这一美好的时刻 才是翘翘牛肉这个名字 所表达的意义 总之这一小锅的份量很大 毕竟我和小米的饭量大家都懂的 趁热lucky狂吃牛杂的期间 我赶紧来夸一下这个粉蒸肥肠吧 被真的软糯的肥肠和糯米 就像是两位默契的搭档缺一不可 配上香菜和干辣椒 为了也不断的被刺激 最后的回甜也是同样的好评 又是一道下饭神器 这个也是必点的 如果你是lucky的铁粉 应该还记得lucky做的第一个开箱视频 能够衬托出米饭的香甜 就是一流的串菜 不仅是翘脚牛肉 粉蒸肥肠 也完美的做到了这一点 虽然我们只点了两个菜 但敢于下判断的我 直接宣布这家店的采雷率很低 总的来说这家店推荐 哦对了再推荐一个菜 这家店还可以试试台湾家的血旺 什么 你怎么又结束了 当然不可能 吃完饭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欣赏一下历史90年建造 经历了千年风雨的乐山大活 天色将近 我们先去张公桥小吃街走走看看 好啦我们走一走看一看 瞧一瞧 好 走球了 除了五光十色的灯香吸引着我们一直向前 周围不时还有表演的艺人吸引我们的目光 感觉到乐山生活非常的休闲和惬意啊 说的没错 不过根据成都的旅游经验 宽窄巷子和景里最多逛一逛 张公桥美食街也是如此 这波乐山本地的好友及时传来消息 在张公桥附近 滨江路中段58号 有一家极力推荐的旧大桥徐烧烤总店 直接点菜 烧烤部分我们点了四鸡豆五串 玉米籽一份 柱花十串 烤鸡皮五串 长中饱五串 烤鸡尖五串 另外我们还点了一份烤脑花 13元 牢躁蛋 10元 总共79元 这次算是真切地体会到了人少的缺点 面对烧烤中的江湖菜 人多了就能点上满满的一桌 伴随着大口吃喝 以及豪迈的哈哈哈哈声 我们这一盘看就很小气 虽然看着不多 但价格并没有很乐山的感觉 和成都也没有差太多吧 不说了 烤脑花和牢躁蛋已经先上来了 赶紧吃一口 你们看Lucky陶醉的小表情 就知道他很满意 上次在成都吃兔头的阴影还没消除 Lucky又骗我说这个很好吃 下面是小米挑战时间 你就把它直接当豆腐 小米第一次吃脑花 不知道表情是怎么样的 吓得我赶紧来一口牢躁鸭鸭鸡 里面除了蛋还有小圆子 都是很新鲜的味道 比烤脑花好吃多啦 我当然还是要吹一吹这个烤脑花的 其实脑花真的和豆腐差不多 本身都是无味的 但因为脑花中有一种特殊的腥味 所以从来不吃的人 自然是一下子就很难接受 穿菜嘛 重点还是上面的调料 榨菜葱花香菜辣椒花椒 以及厚厚的滚烫的油 诶 比牢躁蛋好吃多了 正当我们要为重口岛和天后岛 各自一占的时候 烧烤来了 首先是上面的葱花 这是肉眼可见的最后一道工序 最后撒葱花一般是用来增香和点缀的 说明乐山烧烤真正的秘密 应该是撒上去的调料 或是已经腌制入味的调料 小米趁我观察之时 直接先拿起蔬菜啃了起来 嗯 看着还不错嘛 我妈自然是先来个肉串吃吃 味道上整体偏咸辣麻 还有一种乐串特有的回天感 每个串串也是各有特色 印象最深的是五花肉被烤到干扁的形态 仿佛是在吃肉干的感觉 另外是油香味很重 这点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不爱油腻清淡饮食的小朋友们 要有心理准备 从口感上我们猜测 可能是一部分食材 经过了先炸后烤的工序 具体的制作流程 如果有乐山的小伙伴们 可以麻烦在留言区科普一下哦 还有就是调料的部分完全入味 说明大多肉类食材 在烧烤之前就已充分的腌制过 吃烤串一时爽 一直吃一直爽 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盘蛋炒饭 那绝对是深得烧烤之精髓 不行你这么胖不能点 所以结果是 我烧烤配老花 小米一碗老糟蛋配烧烤 对于这家店的评价 说实话有点纠结 乐山烧烤虽然有 但回天的体验是最特别的 总体还是推荐的 赞同 味道上自然没得说 口味也极具地方特色 一老八俏脚牛肉和徐烧烤 都是优秀的餐厅 但相比之下 徐烤烤一口下去 就推荐的最大阻力 还是性价比 嗯 也不能怪他 不论是晚餐 还是夜宵这个时间段 他的对手实在是太丰富了 在处处都是江湖菜的乐山 这个价位 让成都以及更远地方的游客 特意赶过来吃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 来乐山旅游 晚上顺便来这里吃的话 再加上人多的情况下 这里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环境上 附近的明江一桥和冰江路 也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不是张公乔那般商业化 第一天的乐山视频结束了 小米有什么感想 我可以放到视频后面 做结尾的那种 恰恰牛肉的血汪汪汪几点了 好想吃哦 哎呦不是啦 我说的是敢想敢想 我感觉那个乐山吃烧烤那个铁盘子 好像每家烧烤店用的都是一样的嘛 对哦 我看别人的那个乐山烧烤视频啊 里面也都是那个铁盘 难道铁盘孔城最大赢家 对啊要不你去查查看 铁盘产业与乐山美食的关联 嘿嘿溜了溜了 在那可以查资料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下期预告 更多乐山美食还在路上 这次的干不要了 我现在没瞅不瞅 不瞅超级好看 企图表情惯例